下季訊期來臨 告訴市長長期邁日前 前往湖內區田威利及大湖裡一帶 視察治水工程 現場聽取工程簡報 並實地勘察雨水相寒 及抽水占工程進度 指示水利局落實相關防汛準備 工程也能如期如資完工 提升當地防洪亮能 那整個完成之後 可以改善整個這個區域淹水的問題 那這個占體的部分 是設計規劃10CMS的抽水占體 目前各位看到的 地下一層 地上二層已經完成了 那另外各位在我們右前方的部分 有一個NO幹線就是分紅湘海的部分 原本規劃了1095公尺的部分 已經完成了875公尺 完成了80% 那這一些都要透過出流工 從提案破體出去 這部分破體的部分也完成了 那整個工程進度已經達到72.95 一定會在今年的年底完工 那各位待會在現場看到 整個目前湘海已經開挖的一些現況 水利局表示 就是這次工程爭取中央經費 補助2.6億元 行建約一公里的分紅湘海 避免大量雨水直接排入社區 並在二人溪堤岸旁行建抽水站 整個工程預計年底就能完工 期盼大幅改下當地多年鹽水問題 那我們今天也跟市長報告 就是今天視察的地方 是我們在湖內大五地區的 L幹線的排水改善 那這個區域其實在過去 也曾經在88風災過後 也曾經產生那個二人溪潰體 那整個社區裡面 鹽水蠻嚴重的 那這一次利用整個經費 中央2點多億的一個經費 我們設置了一個抽水站 那這個抽水站 其實在平常的時候 它是屬於重力排 那如果到了二人溪溪水暴漲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去把 這一個位置的抽水用強抽 所以這個抽水站的功能 會在一些強降雨的時候 二人溪水會暴漲的時候 發揮功效 那市長也了解到海浦社區 也因為這幾年來 我們加裝了一些抽水機的一個改善 所以也慢慢的減輕它的一個淹水程度 除了解決當地水患 市府也規劃 正在抽水站四周 進行環境美化工作 種植大型僑木 並結合二人溪溪岸 既有樹木美化的當地環境 其般在自水之魚 也能提供更舒適的休閒休息空間 記者 周材延長報導 好 知道 知道 谢谢大家